大家好,主席是不是可以请任市长? 请黄任市长 任市长好 潘委员早安 任市长,我想您到任以后呢,大家一方面有很高的期待 在一方面呢,我听到这个外面的这个感觉啊 我觉得您领导统约有特别的一个这个 特别的一个领导的魅力啊 大家对您其实是相当的欣赏 但是呢,我想有些事情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自己主掌人事 所以呢,有些事反而啊,会容易委屈自己的同仁 就像主改的过程里面啊 那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今天的招委 我们旅学长,旅委员啊 我们那时候一起在这个进行主改的时候 我们特别为了人事的精简 我们也有一个总原额法 也避免未来行政机构人事过度的膨胀 好,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 我想请教的,第一个我想请教的就是 除了原有大家关心的议题之外 第一个我想请教的就是说 您知道我们目前,呃,有已经到年底 我就变六都,现在是五都嘛 到年底变成六都了啊 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人事行政局能够决定的哈 那这个地方制度法这个这样的一个修正之后呢 那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有人说大陆是十几余人口啊 那他们就四个院辖市 我们目前就两千三百万人口 但我们目前有五个 而且到年底就变六个这个直辖市 我想请教 第一个想讲就是说 到底因为这个六个直辖市之后 哦,他未接全部提高 他的局处首长变十三直等 跟我们部会 跟我们中央现在是一样了 当然好处是将来调动很方便啊 但问题是 我们到底直等上 因为变成六都以后 要增加 原来我们就两都嘛 会增加多少 哦,这个直等 就例如参事啊 什么什么这个十三者会增加多少 因为我们以前是自自计较啊 每一个缺啊 我们都是计较的不得了啊 那我现在请问 第一个 他这个增加的直等的直缺 大概有多少 第二个 人数有多少 人数每一个都啊 然后人数有多少 第三个 如果大家都就认 经费要增加多少 而且呢 这样子之后呢 会不会超过我们的总原额法 因为我们总原额法 有一点点空间 为什么很多主改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达成一个理想 也是因为限于我们总原额法 我们不能轻易增加人事 所以让有一些主改 有一些阶段性 那对于这个部分 我不晓得 人事总局有没有掌握到这样的数据 这个资料 谢谢潘委员 在组织精简的主改的过程当中 由研考会负责的前段 有关原额的部分呢 有人事行政总处来负责 那我们在整个总处的部分 这个我们的立法院已经 划定了 它是必须要104年 我们中央相关的这个人员 要降到16万 那我们现在用目标管理的方式来进行 大概每年都降到 将近1000人左右 我们现在的这个原额是16万 162792人 162792人 从民国99年4月1号的 164587人 已经降了这个数字 那如果照目前您所执行的部分 我们来看 就照人事行政总处用比较温和合理 符合人性的方式来 我们希望能够在104年能够达成 到目前看起来是有这个希望 我是第一个回答的 而第二个五都的部分 跟您说明 五都是适用地制法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对五都在地方自治上面 能够太多的智慧余地的 不过在五都原先 这个五都一准 我们的专用名字叫五都一准 到年底如果变成 另外就变六都 五都一准 他的升格过程当中 曾经向行政院 希望能够增加原额编制 到8918个人 那这么多的部分 在人事行政总处的建议 当时的吴院长 他很有魄力的跟五都讲 这个是不可能达成的 那监察院 监察院在这个部分是特别讲 该增加就应该增加 那我们是说 在这个国家的精简的过程 财政的过程当中 我们只是有一个基本原则 当真得真 当检则减 所以我们在核定的行政院说 这个机关三年之内 我们核定它 这五都一准的部分 只核定2243 那这样的数字 基本上来讲 这个人事行政总处 跟我们的主管机关 是在法律权责 在原格管控 跟对于删减过程的人性的重视 我们是兼顾到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 像大家所讲的 现在说要减一千 减两千 一刀砍下就如此 我举个例子跟委员报告 人事行政总处 在管理自己的时候 我们跟祝福会合并 那跟祝福会合并以后 我们还减了49个人 那我要说明的是 祝福会的同仁 在合并过程当中 他是有一些心理上受到伤害的 那举个例子 已经跟所有的祝福会同仁讲说 你到人事前总处来 不会有任何权益上的损失 但是事实上不是 社会心理学讲 这样的个程 做人的人 叫做marginal man 叫做边际人 我特别说明一项 就是当初在前年的这个尾牙 我们的人事 我们的人事长 是到每一个单位的 那个单位的每个桌上发请点的 尾牙没有人来 主改不是像大家所讲的那样子说 我一刀砍下去就可以的 主改的过程是需要经过精致的过程的 这一点 我是要特别跟您报告的 人事前总在我来了以后 所有的人事人员 全部都要接受 主改的特殊的训练 他对于那个个体 他的心理上的感受 他需要懂智商 懂辅导的过程 这一点 我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尽力 是 我想方才我一开始就提到 实际上 这个因为要主改 我知道人事总局 但是自己都是先牺牲嘛 研考会也是一样 合并以后 自己都是牺牲了 我们 我刚讲了 连您刚也提到 才一个人 我们都这么样的审慎 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既然进来 就是要为国所用 我们不希望让任何人受伤 我们都要发挥每一个人最大的潜能 但是我说了 我们这么样的用心 但最后 例如地制法 当地制法跟我们事实上有冲突 例如监察院说 不 你就要依法行政嘛 所以你该增加就要增加 这也没什么不对呀 但是跟我们原来要主改 我们就是因为要瘦身嘛 其实我们不会减少多少也不多嘛 但大动干戈的结果 最后 你弄了半天 你才少了几百人啊 但这一增加 不要说是八千九啊 如果再加上年底的这个第六都的话 已经是上万人了 但是呢 实际上你们只有核准两千多人 但你核准并不代表你完全合法 他一照地制法 他可以增加 但所有人都是归你管嘛 虽然是地方也是归你管嘛 不是光中央的人事归你管 是不是这样 整个在人事上 还是你统一嘛 基本上行政院的所辖的部分 有一些执掌室的 不过在宪法上里面所说的 地方的事务归地方 中央归地方 这个中央的归中央 没关系 我想这样 我请人事长把这一次 如果主改之后 到底要增加多少 您刚讲这个八千九百一十八 还不包括桃园啊 一起加起来 然后把这个数字交到我们委员会 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事情会影响多大 并且呢 因为我们所知道 其实地方政府 就算有原额 他也没有经费可以用 那我觉得今天 到底怎么样是一个最有效益 让我们组织发挥最大功能 其实这也是您的常才啊 所以呢 我想对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我们要了解 这是第一点 我想请教的 第二个我想请教的就是啊 因为我们今天也有人关心 我们女性啊 我知道您也是在性别议题上 你也是这个支持 非常的支持啊 但是呢 但这个任用 阁员呢 也不是您的权责啊 虽然你是掌管了 我们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公务员 但是呢 我们内阁女性的阁员啊 现在啊 其实啊 从我们两千年开始 不断的要求之下 其实是并没有增加 那现在是大概是六位 也大概是十四点三啊 十六点多 那没有 你一个人在两个位置 你不能这样算啊 我我是 罗政委员他算两个位置 你不能 你只能算一个吧 报名不是 是把那个母数三十六个 除以六 这个百分之十六点六七 现在我们不是有四十二个吗 应该算起来 母数只有三十六 就三十六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等于多少 十六点六七 十六点六七 他比刘内阁的百分之十三高 对 但是 你要想两千年之后 实际上 当时已经达到超过百分之二十 比陈内阁的百分之三十低 对 但是我说 从 如果是 我说两千年之后 我们的要求 那时候是达到四分之一啊 跟委员报告 这个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做 不过有主客观的条件 还有呢 我想因为 今天我并没有要去强求这个部分 因为内阁不是你能决定 但是呢 对于高阶的 我们在 这个文官 这个女性的比例啊 我们不晓得 现在的比例啊 人就偏低 虽然啊 检任的 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了 我知道 但是呢 接下来 您认为 我们在拔着女性 是不是能够 因为最近 大家也看到这个 虽然 普景惠 呃 做到了韩国的 这个大总统了啊 但是呢 实际上 你看北韩还笑他 裙摆摇摇 实际上是我们职业 女性高尔夫球 就叫裙摆摇摇 但用这样的话去 来做这个 性别歧视的言语 那我想对 这个部分 您将来在这个 文字长任内 您认为 您是不是能秉持 性别 这个 平等啊 这个 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呃 来做 让拔着 这个 这个对于高等文官的拔着 其实只要是 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委员 相关的人员 能尽其才去就够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就认不到满一年 有关人事处长的部分 我拔了七个 占了87点多 并不是我对于 女性特别的拔 不是 完全我就是很客观的 救他的人 所以 我们现在对于 性别平等的部分 已经走上了一条路 那条路是 为财自认 那也没有必要特别的 对于女性说 我们有怎么样的政策 其实 他自然就会出来 而且在我们的高级文官的部分 女性已经变成接班的梯队 本来就是如此 好 呃 这个谢谢啊 因为我想大家也看到 我记得当时啊 我们在 我在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当时啊 季孔啊 这个大典啊 这个周仪官一定是男性 以前都是民政局局长 但那时候民政局突然 王岳静当局长 他说 哎 这个不宜 我说什么叫周仪官 周仪官就看大家服装 有没有整齐啊 我说难道女性就不能去做 这个周仪官吗 所以那一年才开始破例 让 如果女性的局长 就让她担任这个周仪官 那我们看到今年 这个呃 这个我们跳这个八亿五 也有女性去跳了啊 所以呢 表示在性别主流化这个议题啊 这个我们将来啊 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我想除了我们自己本身 人事行政呃 总这个总处以外 我想各个部会 我们也希望您一起关心 这点隔魁在这个内阁会议 有特别指示 好 谢谢 那我在这里呢 也想呃这个请教一下啊 就是这个呃 您认为啊 在 现在我们在考试院 您也从考试委员过来啊 我们后来有这个呃 文官学院 跟我们整个在 我们人事 这个总处啊 这个作为所有这个训练啊 这个公务人员的训练当中 您觉得现在的配合的状况 呃 还有现在你们的 分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呃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合谋的情形非常好 我特别要说明的 在这个文官学院的部分 它是属于发展性的 还有基础的训练 但是我们的这个 人事行政总处 基本上是 in service training 好 还除此之外 人事行政总处所训练的 它跟政策有关系 人事行政总处所训练的 它也跟我们的所有的文官 在请政院这边的体系有关系 考试院 它则骗击于五院 我们的分工其实很清楚 最后一个很小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我看到您也在这边办很多活动 但当时我们江一化 江院长在做部长的时候 他曾经表达过 禁止加班要多约会 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 让我们很多公务员有更多的机会 甚至跟外面的企业界来做更多的联谊 未来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人事行政总处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但是因为我们管辖都是以公务人员为主 那这个其实已经进行跟各企业之间的试探性的联谊活动 那将来可能可以办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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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